非常特别 这个叫做排骨 对 他不吹吹过来 好 排骨呢其实就是排列组合而成的骨 所以其实呢 是因为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到 其实我们今天呢带有五颗 排骨呢 它其实一组呢是五颗 那也可以根据要演奏的人 他的需求可以说增加或减少 然后呢可以随意做排列 所以呢也叫做排骨 好 我们现在呢来听一下排骨的声音咯 OK 这就是排骨的声音 那这两个是说 算一个提搁类的东西啊 好 接下来呢 金属类 基属类的打直约系呢 有螺跟拔 那各位 螺拔怎么分 螺只要是一面的 就是螺 拔呢 对 好 我会换它 好 所以呢 各位我们先看一下老师手上拿的鸟片 所以是 拔 那这个呢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小拔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很小啊很小拔 好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小拔的声音 好 这是小拔的声音咯 它可以做拔锤或是拔锤 对 深小笑的都会很大一样 再来是螺 今天呢我们有带的是大螺和小螺 size 大家看就是发现很明显很不一样啊 一样 眼皱上面也不一样哦 这个大螺 它用的是螺锤 是一个锤子 对 就是一个锤子 前面有包 一个小小的头 它是用螺锤来做眼皱 先听一下大螺的声音了 哦 这是大螺的声音 好 好 再来小螺 小螺又有眼中的这个工具又不一样了 小螺眼中的这个工具就是螺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像家里面那个零食柜里面的牛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螺的声音 好 这就是小螺的声音啊 所以呢 这三个 它都是金属辈的乐器 接下来 还有一些乐器 大家可以比较常见的啦 这个西洋的管车 里面也会有就是木琴跟铁琴 好 这可能大家比较常见的 或是如果你有去上节奏训练班啊 那种就是你也会用到的 好 那个刚刚一些曲子里面也有听到 它在里面做黑秤 那我们现在来仔细听一下它单组的声音 第一个是铁琴 小三个 下歌 你们会分彰三个 沒有啦 不是喔 我到現在也不會喝耶 對啦 好 OK 這個是鐵琴的聲音 比較比較偏長一點 比較柔和一點 好 再來是木琴 木琴的聲音 OK 鐵琴的聲音 跟木琴的聲音 很明顯很不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比較常見的打擊樂器 好 接下來呢 最後一首曲子